你真体验我你 跟我都惨 小秋 他怎么害你惨了呢 他每天晚上说 我喜欢你喜欢你 他现在不喜欢他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我现在快点 怎么办呢现在呢 那你现在怎么样 你现在怎么样 感情也不在外面 我不跟他粉 画面中 穿白衣服的男人小秋 指着床上一言不发的女人 气不打一处来 指责他如何欺骗自己的感情 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何要闹得如此难看呢 小秋说 小张之前说 如何如何爱自己 本以为是一场 普通的男女朋友之间的 分手闹剧 谁知道 镜头一转 小张家里 还赤身裸体 躺着一个男人呢 而这个男人 居然是小张的老公 他面对小秋 对小张的指责 却不敢说什么 事情越来越迷惑了 老婆有外遇 男小三找上门来 骂老婆是父亲女 老公却不敢说话 不得不说 关系实在是太乱了 小秋说 他今天之所以来找小张 就是因为 小张要和自己分手 而他不愿意分开 你你体验我 你跟我都惨 小秋 他怎么害你惨了呢 他每天晚上说 我喜欢你 喜欢你 他现在不喜欢了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我现在还感觉 怎么办呢 现在呢 那你现在怎么样 你现在怎么样 我跟他翻 我跟他翻 这样看来 小秋确实是有些 无理取闹了 可小秋却说 他不是干涉 小张和吴大哥婚姻的人 小张和吴大哥虽然是结婚了 可是两个人没有领证 小秋认为自己和小张真心相爱 因此 他不愿意和小张分手 可是就在这时 小张却说 事情并非如此 他不仅有结婚证 而且 他和吴大哥结婚 已经有20年了 两个人还有三个孩子 他和小秋在一起发生关系以后 认识到自己这样做的不对 于是向老公坦白 并和小秋分手 话里话外 都是要和小秋撇清关系 小秋健壮就不干了 他拿出手机 给大家看小张给他发的短信 你嫖我你敢嫖我你这个打眼 你嫖出人了 你也找出人了 你是一个男的 我 神家是你老公的 我现在很喜欢你 是你说的吗 是不是你说的 是不是你发过去的 张学雲 是不是你说的 短信里 满是小张发来的甜言蜜语 小秋说他和小张在一起的时候 小张口口声声地说爱自己 怎么转眼间 说变就变了呢 再说了 当初也是小张自己主动来找他的 小秋的话 使得大家更加都十分吃惊 那个小妹啊 她的小姐妹 她跟我有关系的 她的小姐妹跟你也有关系 她以前 也有关系的 跟她分手了 去年她把你搁放来了 我就把你搁放碰到了 她怎么说的 她说你要不要 你住哪 我住了隔饭 要不要去你家住一下 我也知道了 在公园去玩了 在公园玩了几点 好 玩好 她这样说 小秋 你有个需要的事情 你找我好了 她这样说 有没有找过人 找 那么有没有关系呢 有的关系 本来以为是小秋的一厢情愿 原来小秋竟然是这段感情中的受害者 事情真的如小秋所言吗 还是说 这只是他为了和小张 继续纠缠下去的胡言乱语 公园没感情 我们不是说有感情没感情 现在我们是一种亲近有小孩子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 你要跟 小张对于小秋所说的话 表示 这些都过去了 还说 小秋当初收了钱 就不该再这样纠缠 面对小秋的喋喋不求 这时一直在一旁不说话的吴大哥 像是终于忍不下去了一样 告诉大家 小秋 早就收了自己的钱 要说这个小秋 也是够无理取闹的 把和小张在一起的时候的花销 就连水果钱他都算得一清二楚 两个人这段关系里 小张确实是欺骗了小秋 现在 小张的老公出于夫妻二人二十多年的亲情 决定原谅小张 还把小秋在小张身上花的钱都还给他了 吴大哥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小秋承认自己拿了小张家里给他的钱 可是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就此分开 在小张家里喋喋不休 不仅如此他说的话越来越过分 此时小张突然说要和吴大哥离婚和小秋结婚 我们到你老家去调查一清二楚 好的 如果有家里有小孩 你把他离掉 我离掉 我给你结婚 这又是上演的哪一出呢 小秋家里也有老婆孩子 自己有老婆有孩子 还出轨别的女人 现在又在人家家里纠缠 小张说他老婆去世了 小孩在丈母娘那里 自己就是单身 然后他老 跟你说他女儿死了 他这个小孩都跟他老妈 他老妈不带我 是小孩不带小孩 跟老妈给我养个小孩 不带过去的 你的意思是你前妻死了 我们到底死了 是离的 死了 是养个小孩 如果养个小孩 如果说他带了 你前面不是说离的吗 哪一样 我们说死了 哪是一样 小张的话又给了他希望 说不定小张愿意和吴大哥离婚 和自己在一起呢 事件到这里已经很明了了 小张是出于一时兴起 和小秋谈起了恋爱 现在他想回归家庭 他和吴大哥有三个孩子 结婚二十多年了 他不想离婚 小秋也明白小张的选择 只是他不想和小张分手 一个丧偶的单身男子 非要和有老公 有孩子的女人纠缠 小秋却是有些钻牛角尖 众人见状决定把小秋单独喊出去聊聊 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谁知道匪夷所思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在聊天的过程中 小秋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他和小张的年龄相差二十岁 小秋今年二十八岁 小张四十八岁 这个小秋真是有够拎不清的 非要在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树上吊死 最终在众人的开解下 有些明了 他接受小张的道歉 两人分手 在这时候 他又闹出了一个幺蛾子 要不你给我先上这个底 我不会找你的 我这边用上来的 有底的 我跟你说 我肯定 你不找我 我还不找你吗 好不好 不知道小秋什么时候 能真正地放下小张 不再苦苦纠缠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